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然后跟各位高手相比 我算是幼幼翻的 我在Python Python界是幼幼翻的 然后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 因为我在老大有上另外一门课 叫做股民的财务报表分析 是郑惠伦老师上的课 然后我就把他所教的一些方法 然后放到 对 对 像这样 这个是测试的 对 这是公开资讯观测试 这个是 这个是 算是官方的 然后资料是最正确的 然后他会把每一家上市公司 他的财务比例的数字 数据放在这边 那他这里有一个地方 可以下载成.csv档 对 那我就是把它下载回来 然后进行分析 就放到资料库里面进行分析 对 就按照老师教的方法 然后把它放进去 这个sigulite 然后用这个sigulite browser 就可以看到这些资料都进来 然后再运用 郑老师上的课 上教的方法 去根据每一个 每一个财务比例 它最好是多少数字以上或以下 然后做一个筛选 最后筛选出来两家公司 这个是台积电跟日游 这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 他的财务是最安全的 对 每一项数据都很漂亮的 但是 他的股价合不合理 这个还要再定乎来再研究 对 对 好 那我未来使用python的计划是说 当然只筛选出两家 当然能选的股票都太少了 那我也有跟郑老师讨论说 那个选股的策略 还要再调整一下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第一步 然后另外就是 既然老师已经把这个题库 都已经放在这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那我也会去考这个 TQC的症状 好 这个是报告 算非常认真 那就是 其实 主要就是说实作一下 就是把 而且他主要是把两个课程 就是结合在一起 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他也是 很好的应用 因为 像我们这些就是工具 那你工具没有一个地方找 所以最怕是没有题材 不怕说用 但是就怕不知道用在哪个地方 所以如果找一个方向 然后你用那个工具做出 不管你做的是怎么样 其实你从这个过程中 你从这个过程中获益最多就是自己 而且你还把它当成是选股的一个方法 这样其实还蛮好的 不过他得到应该是最安全的 可能就是那个条件下 应该这两家公司再怎么样也不会差到哪里 只是说挑可能挑不出来 就像你要高负帅 对不对 条件太严苛 最后可能最后发现 所以相对的你变成股价就很高 就是那个相对的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最好是股价很低 然后什么条件都很好 但最后你是找不到的 因为不存在 爬虫 那主要就是 我那时候看有看到PC Home的产品项目 那我就一样就是希望把 那个 那个产品爬下来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电脑没电的时候 我就没有把那个程式爬下去弄这样子 那我之前弄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那一样就是根据老师 老师这次讲的就是先做一个资料库 那我们就先设一个那个PC Home的资料库 然后写个回圈 然后把那个 他的网址揉进来 那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像老师提到的 就是主要是格式的问题 你格式怎么做转换 其实会影响到你资料也没有办法揉进去 所以这边其实一部分都在测试 那个格式 我要怎么样把对的资料抓进来 那像最后找到一个标签是这个标签 那再把值揉回来这样子 所以就两个回圈下来这样子 就可以把我要的值 把东西揉回来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做的过程 其实因为花很多时间在测试 所以大家也看到这样测试码 很多都在point 就是我一直在确认 我东西到底对不对这样子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把那个资料库写进去这样子 那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测试看看 如果不行可以再找我 我回去再看一下 如果他网站有改可以 那边为什么要slip 下面能看一点slip 因为好像会锁 所以我好像会让他停一下 因为他是很多页 很多页 对对对 因为我上次大家去看 他那个pc1网站他不会只有一页 对对对 那他可能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因为他载入 对对他载入 如果你太快的话 你就被伺服器锁住 那你应该设他的request call 他回来到底200或者是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试的时候 就是我只要让他每一页爬完 让他休息一下 对对对 那再爬一次他就正常 对对就正常 所以我那时候在测试的时候 其实资料是low的下来 对对对对 那其实程式买不长 如果你把一些那个注解 如果都删掉 我认为程式买应该都没抢 那主要就是那个 今天像老师讲那个标签 他多层的概念这样子 那一样的格式这样子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最近 最近七一天 有在跟一些 就是网路上他们在玩 就是那个铁达尼号的资料分析 这个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 这个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能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就是现在目前大概一般的工作 大部分他们就是有一些AI 他们希望就是找一些就是 那个资料分析机械学习相关的人才 那这个东西算是比较入门的 他就是分析铁达尼号 到底谁会死谁会活 那这个东西他会给你一份资料 就是他给你一个资料 就是说我先给你一份 就是这些参数的资料 这个资料我有先载下来 他会在旁边这边有写他的栏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栏位在这边 等一下 他就是给你一份 他上面乘客的清单 就是有这么多人 那他有这些参数 那他给你的栏位就是说 这个人会活下来 一号就代表会活 那零就是代表这个人会死 那他后来会给你一份清单 是他没有告诉你 这个人会死掉还是会活下来的 那你要透过他 后面这些参数 把这些人找出来 那我玩起来是蛮有趣的啦 就是我有先用以sale稍微分个类 大概那天我还跟老师讲说 大概在9000多名吧 就是我把男生都设为死掉 女生都设活 然后直接这样上传上去 就大概在9000多名这样子 就不管他 就是先不要管 那个对或错这样子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 其实会做的切割 其实蛮复杂 就是包括他的名字 可能会做切割 那他可能他在 他可能会活 比如说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年纪是多大的 甚至他的票号 还有一些 对对对 他票号他还有一些 他的相关的条件 那这些其实都在 刚刚上面上述的官网都会有写 其实这边都会有 那你主要就是把这个档案宰下 这个就是他给你的范例 那这个就是他给你的答案 就是他给你的参数 那但是就他没有告诉你 这个人会活还是会死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要把 892的就是他的位置做号 0就是代表要死掉 你就把这个填0或1这样子 上传上去 他就会告诉你一个答案这样子 那其实网路上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跟网页可以看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看 其实很多人在上面都分享他们的call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有趣的 因为刚好最近就是 星期天有人在 有些朋友他们就是一起做这样子 边做边分享这样子 上传上去就像这个档案这样子 你就0 0 0 1 1这样子 就是会看到底谁会死谁会活这样子 这个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样子 我那时候做好像9000多 9000多 9000多名 他会有个排序 他会有个排序 所以第一名的城市也会秀出来 他好像他进去可以看到他的城市 但是我还找不到 他们说有贴纸 但是我没有看到 但是网路上都有一些 比如说近前10%的城市 近前5%的城市 他会贴下去 他怎么分事 比如说他去 他把名字猜出来 先分男跟女 哪个位置离 比如说头等舱比较不会死 那三等舱比较容易死掉 那三等舱男生到底会死还是会死 反正就是会有很多的参数 参数 对 就是他只给你参数 那你自己想办法把这个 把牵狗鱼做出来 对 因为这个是比较基础的 因为他们说像这个 好像只有 我忘记八九百笔而已 如果说因为他是比赛 如果说正式比赛 可能就是有几十万笔 那他就是一样给你这些资讯 那你自己想办法利用去猜这些 猜这些 参数然后得到结果 对得到结果 谁写的城市最精简 然后最正确 最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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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他背后会有一份答案 对对对对 那你就是要想办法用利用的参数 把这些答案都兜出来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还蛮有趣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大家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玩玩看这样子 因为其实搜寻 如果说像Google搜寻的话 其实还蛮多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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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铁达尼就好 铁达尼 然后Tangle 然后后面打 那个 K K A 这个 哦 这个 他们就会有一些生存 他信钱16% 他们会分享一下 大家比赛的实况 大家比赛的实况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比赛 对比赛 其实现在还蛮多人都在玩这个 那大家可以好看 太好了 哦 OK 他那个至高有分享的一个 就是这个 不过这个难度其实就有点 有点他会就练功 可是你基本上 还是要对Python非常熟悉 你才有办法 所以 可能至高的程度已经到了这样子 所以他就分享这样子的范例 所以 你们可以把它当目标 这个还蛮不错 以后会办很多比赛 那个比赛就是给你类似像这样的题目 看谁在最 最短的时间里面把那个 做出最精确的结果 其实工作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大数据分析 机器分析就是 反正就是某些条件你要得到的结果 要最正确 才有办法拿到那个前面的名次 蛮有办法 蛮不错啦 不过蛮挑战的 光这些东西 真的是不容易 你看 他里面可能一定要会用Punk 跟那个Namp 他可能就是有些 可能他有什么 对 关于这些啦 关于这些啦 这个已经又签到演算法了吧 可能要自己写一个演算法 然后把那个条件所有带进去 结果是对的 对 那 所以这个就签得真的很 所以这就很高端 所以有要想一下 所以以后被我写出来 成是如果只有十行 哇 然后结果完全正确 如果啦 如果 如果 没有啊 真的我的习惯真的就是说 我会想到 因为其实你要让逻辑越简单 你不要说一直想很多判断判断判断 有没有很多我看很多程式一直判断 一直判断 没完没了 全部都判断完 有些东西根本不用判断 他也在判断 所以有些东西 如果本来就知道的话 你就跳过嘛 跳过 找出最关键的key point 先抓大的再抓其次的 大概抓几个条件完 如果 比如他本来已经死掉 就通通给他死掉 就不用管他了 对不对 剩下来他会活的 他活的最可能在哪里 你就先把那个大方量抓出来 可能 女生也比较不会活吧 不过他里面没有个条件是会不会游泳 他没有一个 他只有我 就是比如他信承 那他的票 他住哪里一个 OK 住哪里 住哪里 你靠喊不靠 坐哪里 对对对 对对对 或者是说他出发前去庙里拜拜 好 这个开玩笑吧 就是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再来的话 那个和言嘛 他就要分享一下那个 就是你有上传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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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